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飞哥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个魔术呢 将是我表演过所有魔术当中最危险的一个魔术 如果这个魔术真的失误的话 你们将永远看不到我的视频最新 那首先可以看到我手里拿了一个钉子 还有一个板 塑料板 把这个钉子呢塞到这个塑料板里面 非常非常锋利的这个钉子 大家看到吗 戳在手上 我用牙齿咬一下 听到声音了吗 不是塑料 是真真实实的这个钉子 把它放在桌面上 手拍下去的话 肯定会穿过我的手掌 那接下来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圆形的转盘 转盘上面呢 我放了四个纸袋 接下来我随机的把这个钉子呢 放进其中的一个纸袋里面 非常非常简单 放进这一个纸袋里面 然后呢 把它对折一下 再把这边的纸袋也是一样 随意的对折一下 再随意的对折一下 再随意的对折一下 那这个游戏呢 叫做听天由命 所有的机会全部交给这个转盘 交给天翼来决定 为什么这么讲 那接下来我将会转动转盘 这样直接转动转盘 大家都知道这个钉子在哪个袋子里面 那接下来呢 这边有个马铃薯 马铃薯的方向放在这边 还没有开始拍钉子 我将会在这一个方向停停了之后 依次的往它的这个方向 也就是这个马铃薯的我手指的这个朝向拍三个纸袋 一旦失误 手就会飞掉 那接下来呢 我将会打乱这一个 在这个马铃薯的这个方向连续 比如它停在这边 我就会拍一二三 比如呢 这样旋转一下它停在这边 我就拍一二三 是这样一个顺序 那接下来呢 我们玩的刺激和心跳是 这个视频不会做任何剪辑 全程没有任何剪辑 我将会用这个挡板挡住镜头 我眼睛闭上哦 我眼睛闭上 然后呢 把这个转盘我用手去转动 我无法控制转盘转 转的角度什么对吧 如果这样真的能够控制角度真的太天才了吧 那我告诉你 完全不会随便的转 真的随便转 看到吗 我手分开 再去转两下 没有任何操控 现场只有我一个人 好吧 那我现在的心跳也是非常非常的紧张 我现在再转几圈 无所谓 随便转几圈 大家看到这个带子在下面旋转 对吧 看到了吧 我眼睛是盯着镜头的 不会去瞄带子任何一分 眼睛闭上 再转几下 好 我觉得现在转的应该 大家觉得怎么样 差不多了对吧 我让它停 现在转盘已经停了 玩的什么是刺激呢 转盘已经停在这个地方 马铃鼠 那我在这个视频之前和大家说过 我将会按照这个马铃鼠这个方向 顺序拍三个带子 听见有名 第一个带子 他会会 第一个带子是这边 这边是第一个带子 马铃鼠几箱的地方 第一个带子 第二个带子 这个地方 一个 二 哇 哇 没有问题 接下来 这个带子 就在这边 非常的刺激 上天比较眷顾 我们看一下最后这一个袋子里面是不是真正有这个钉子 听到声音了吗 老天非常非常眷顾 钉子在最后这个袋子里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转盘这边放这边 真正的马铃薯 如果马铃薯就是我的手掌的话 拍下去 就会像这个土豆这样 完完全全刺进去 哇 真的非常非常的危险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视频 制作的很不容易的话 记得给我点个赞 记得关注我 我是飞哥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了 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